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说红楼 今天我们再说一说 荣国府内部的宅斗的问题 荣国府宅斗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 它实际上是宅斗全面爆发 前面我们也说了一些它的卡位 它的里头的竞争 今天就整体先纵观一下宅斗的情况 让大家看红楼的话 很多人看的是爱情剧 但是我们看起来 其实首先是个宅斗剧 就是它这个家里头彼此之间 其实还是中国的传统的大戏 也就是说婆媳矛盾 就是这个家里头 到底谁能长家 这婆媳矛盾怎么办 而且很多人一说 说起来红楼里头 这红楼写的为什么好 就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变化的 人物的立场派系 可能也是变化的 而不是说像有些小说 它是一个一称不变的 虽然这个红楼的复杂 这里头的人物关系的复杂 就是因为它是在变化的 所以在分析这个人物关系的时候 很多人拿个不变的观点 一说谁向着谁 好像他就永远向着谁似的 比方说这个王熙凤 其实王熙凤开始的时候 对林黛玉很好的 但是到后来林黛玉怎么着的时候 王熙凤呢肯定是坚定的 站在了薛家人一边了 对吧 这中间是变化的 为什么开始对林黛玉好啊 你也可以看他各种情况啊 一个是贾母当权啊 贾母喜欢黛玉啊 还有呢 林黛玉他爸也没死啊 随着他爸死了 随着最后慢慢的 王家人的得势 其实王熙凤的这种关系啊 立场都在变 包括贾母的一些态度 包括他整个这里头的人物的变化 他这个红楼宅斗的格局 就是说在古代啊 中国有一个特点 西方老讲契约社会 其实中国古代 他不是个契约社会 他永远是博弈到死 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说好的契约都是没有用的 真正的决定是个实力 实力的平衡 怎么去改 怎么去布局 我们可以看 其实在红楼最开始的时候 贾母也做了大方向的布局 贾母的布局实际上是什么 是利用王媳妇 孙媳妇 来制衡儿媳妇 制衡儿媳妇 主要的对象 就是王夫人 实际上这个时候 当时开始的时候 王家人并不团结 为什么主要对象是王夫人呢 你看他贾府里头啊 王夫人地位为什么高 你就可以看 他光住荣喜堂 最好的房子他们住着 而荣喜堂呢 是皇帝提的匾 这样也等于告诉大家呀 王夫人能嫁到贾家 王夫人和贾政的联姻 那么显然也是皇帝支持的 而且呢 王夫人带来了丰厚的嫁妆 所以修了大宅子 这个大宅子呢 那是王夫人住着 而且呢 这大宅子上面的对联谁提的呀 你可以注意一下 东安郡王提的 而且东安郡王呢 一说起来就是同乡世教 我一说这话就明白什么 不在原来的四王八宫的圈子啊 原来四王八宫里头是写的是东平郡王 其实这细节都要注意一下 东安郡王是什么呢 一说起来一个是同乡 一个呢 是原来的老师 也就是说他这个同乡和老师的关系 然后四王八宫呢 其实更多的是战友关系 就是一起跟着太祖打天下的 所以这里头还有其他的关系的线 所以这个王家人呢 和当时贾家贾政的联姻 那时候应当来说老皇帝还在 你看当时贾政可能还没当官 后来不是就说贾政是靠了个举人 跟皇帝一说 皇帝说赏了一个当主事去 其实呢 应该来说连静氏也赏了 所以后来为什么贾政可以放学证啊 静氏肯定是要赏了的 你当学证不是静氏是不可能的 而且清朝有规则的 就是这个新贵的话呢 学的好的 皇上本身就可以赏他 让他一起去参加电视 有电视资格 其实电视完了呢 就是给静氏出身 而不是说参加了会试 这里头啊 还有故事 你包括清朝的时候 后来给祖宗堂也赏了一个静氏啊 所以把这个事弄清楚 就说这个事呢 在家里头啊 当时最开始的时候 贾母最要打压的人是谁啊 是王夫人 然后王夫人她用的是谁呢 用的是王媳妇 用的是你王家人的不团结 然后也用的那边的邢夫人是长房 然后呢 她把王媳妇抬起来 是一个平衡的关系 你都是王家人嘛 然后这个事啊 就随着这事的发展 其实开始 王媳妇还是比较接受的 那时候贾母把宝玉啊 元春的抚养全都拿到手里头 到后来王夫人不干了 前边我们也讲了 赵姨娘也要向上位了 对吧 然后金川也死了 这个里头一系列的故事就都来了 对于王夫人的地位也受到了威胁 在下边呢 你看薛姨妈来了 带着薛家的财富等等这件事 对于王媳妇的站队啊 其实这水深着呢 包括后来贾连跟贾珍的态度 还有游氏的态度 其实王媳妇让游二姐剁了胎 大家都看见了 游家人怎么当时搞得 王媳妇留了产 其实能看出来的人就不多了 这个水啊 比你想的要深 把这事都看完了以后呢 这样你就可以注意到 这个婆媳宅斗开始啊 是逐步的发生了 但是其实贾母 他意识到这个斗斗相当晚 他意识在斗大概的 到贾母插赌的时候 他才差不多意识到 在此之前呢 贾母想的更多的是什么 可以跟大家讲 在此之前啊 大家都说贾母是支持待遇的 但实际上待遇 为什么在里头日子不好过呢 贾母在之前也是打压待遇 贾母的第一位 他不是考虑的怎么样子 加强待遇的实力 而是想的是 怎么打压待遇的实力 打压的实力 喂的是什么呢 将来宝玉不要受欺负 他对他的宝贝孙子 看的是更重的 所以在这个里头啊 在贾母看来 他的宝贝孙子 谁都可以欺负他 就又呆又傻嘛 对吧 就是说有呆傻气 很容易被欺负 在同时呢 林家和贾家的门帝 就黛玉和宝玉的门帝 完全不对等 就是黛玉的门帝 远高于宝玉的门帝 为什么说这个话呀 你可以知道以前呢 大家可能看着说觉得 哎 林如海娶贾敏 门当户队 那说话是没错的 为什么 贾敏是嫡出女 爱女 林如海独子 他们家猴门 然后林如海娶的时候呢 应该还没考上谈话 现在呢 贾宝玉他不是长子 他也不是长房 在过去的观念当中就差远了 同时呢 你要论官职和论皇帝的亲信的话 他爸贾政呢 其实是远比不上林如海的 林如海天下肥缺 炭花 炭花肯定是汉陵 汉陵的地位古代机构 等于说呢 贾家里头这一边 贾宝玉的这个地位 跟当年贾敏的地位是没法比的 林家呢 林黛玉这边呢 他也是独女 而且林家的门帝还提高了 就是一升一降啊 差得很远 前面我也讲了 就是在你第一次进贾府的时候 就已经看出来了 非常明显的 为什么一进来以后 王夫人第一个反应是让 林黛玉上座呀 为什么 因为你想嘛 王夫人是贾政的夫人 贾政呢 实际上她的地位比她低 说是无品官 但是呢 林如海 寻言御史 公开的寻言御史啊 其实上她只是一个兼职 因为她前面说了兰台大夫嘛 你升了兰台大夫呢 那至少是一个迁都玉史的概念 再说的话呢 如果她是叹化 汉林 过去汉林啊 建了汉林 一般把汉林都是要当二品观看的 就是当汉林 大概率都是要到二品 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从这个整个地位上来说呢 前面我也说了 就相当于局长夫人 建造了部长女儿 肯定要部长女儿去上座 就是这么的差别 然后呢 先论了外头的社会地位 再论家里的辈分呢 林黛玉坐下边 然后再接着一起上床 坐在床上 这是双方的利益 也就是说实际上黛玉比她高 而且前面也说了 要求的话 林家肯定是说 就这么一个女儿 前面又是几代单传 不可能绝四 那么一定会要求 林黛玉和宝玉这个婚姻啊 宝玉的话 当时要至少是尖挑 所以还不是说平等的 过去普通的出嫁的问题 所以宝玉的话 可能她的地位 就会更受些压制 所以在开始甲母的时候 的想法是什么 接着的话呢 我把大丫鬟好的都给宝玉 然后一个二等丫鬟呢 放在黛玉那儿 其实把黛玉 原来带的那个丫鬟 给压下来了 原来带的丫鬟 人家说年龄不大 这就可以知道 这个子娟的年龄 应该是比较大的 当时黛玉带的呢 当时说是半毒嘛 那时候 甲玉村就当时说 交黛玉的时候 有两个一起的半毒 学验应该是年龄比较小的 就子娟年龄不小 这想的方式就是什么 怎么去压制着黛玉啊 让宝玉呢 不要吃亏 但他后来发现 他让人家晚了 所以最后黛玉死的时候 甲玉说的挺清楚的 我弄坏了他 甲玉心里清楚极了 他在里头啊 干错了些什么事 所以这个甲阿府的宅斗啊 首先你还看红楼的话 不说后头再深的财经逻辑 政经逻辑 起码呢 这个宅斗逻辑 已经非常明显了 就是这个家里头呢 谁对家里的权力的控制 那当然在后来呢 甲玉就失去了这个控制 这个控制就转到了王夫人手里 那和后头的政治环境也有关 王夫人呢 就可以说了算了 做了还要好些事 又查了大官员等等 我们随后给大家展开分析 今天呢 就给大家先做一个影子 让大家能看到 其实红楼啊 首先你也得给他按照宅斗具来看 谢谢大家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